把疯狂舔了女首妇三年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成功上位 我也因此多了九个龙望绝尸的女神姐姐 对了 大姐 这个手镯送给你 看到穆白手里的玉手镯 秦霓裳有些愁愁 虽然秦家不缺钱 但是郭老说这手镯可能价值三千万 大姐 可不能不收啊 毕竟早上我还收了大姐的银针 其实穆白一早就看出大姐喜欢这手镯 所以才打算送给她的 秦霓裳犹豫片刻 便接了过去 戴在了手腕上 心里甚是喜欢 大姐 这手镯和你简直绝配 还行吧 对了穆白你之前学过古文鉴定吗 之前感兴趣 就看了一些书 学习了一些 自学的 对了后天我们有场赌事交易 我带你去看看 好啊 一顿饭下来 把秦霓裳和穆白的关系拉得非常近 而就在俩人要起身离开的时候 一个男子走了过来 哟 秦总 真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 怎么是你 哈哈 不觉得我们很有缘分吗 哟 这是哪家的小白脸 秦总不是说过 从不和男子单独吃饭吗 史亮 你不要没事找事 给我让开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 我不喜欢你 所以你就找了一个小白脸 史亮是秦霓裳的追求者之一 只是史亮家和官方有些关系 所以秦霓裳一般能不得罪就不得罪 我们走 你想干什么 我们来玩个游戏 如果这个小白脸打得过我的手下 我就放了你们 走吧 大姐 你 你 小子 有种你不要走 怎么 你还有什么招数 你有种 留下姓名 他日我订当灯门找回场子 哼 这下麻烦了 这货是个死柴烂打的主 我自己倒无所谓 秦家家大业大 要是经常有小人从中使坏 被地里出阴招 那就太烦人了 丁 恭喜宿主获得小弟卡 只要宿主选择绑定对象 该对象便会成为宿主小弟 对宿主言听计从 绑定史亮 大哥 我看你鼓个惊喜 定非常人 能否留小弟在你身旁安全马后 为你灯茶送水 这史亮脑子瓦特了 不会有什么套路吧 安全马后就没必要了 记住了 这是我大姐 以后不准再去打扰我姐 而且不准做对秦家不利的事情 听到没有 是 大哥 以后我史亮全凭大哥拆解 这是我的电话 小弟我随叫随到 嗯 你先回去吧 秦妮上有点猛圈 她愈发觉得木白神秘而强大 这史亮脑子坏了吧 不过 姐还是要谢谢你 客气了 你是我姐 看到别人欺负你 我怎么能忍气吞伤 听到木白这话 秦妮上很是感动 看向木白的目光愈发温柔 想想一开始对木白的恶劣态度 秦妮上不禁有些羞愧 她心中按下决定 以后要好好对待木白 哼 你们俩偷偷逛街 竟然也不叫上我 啊 早上走得匆忙 而且秦阿姨需要你保护 下次一定带上你 哼 沐鱼姐 不要生气 这是我给你选的礼物 希望你喜欢 这玉斑纸古朴典雅 观之让人心晋升会 谢谢 弟弟 我很喜欢 四妹 这是木白在古玩街买来的 当时买的时候几百块 后来找于轩阁的国老 鉴定了一下 竟然是一枚乾隆皇帝用的玉斑纸 价值至少在一亿以上 原来这么宝贝 那我更喜欢了 木白 这东西太贵重了 不碍事的 都是简陋回来的 对了 我也有礼物送给爸和秦阿姨 还有我们的礼物 小木真是有心了 这画古朴大器 画功精湛 一派富贵祥和之意 这画很好看 我很喜欢 谢谢你 小木 妈 这幅画是南唐画家徐熙的真迹 名叫玉塘富贵图 据郭老说 价值难以估量 至少五个亿以上 秦家也就是有几百亿 但是大多是资产 并不是现金流 而这幅画竟然就值几个亿 这让秦清红内心很不平静 秦阿姨 不用放在心上 就是一张画而已 我简陋买的 也就是七百块钱 秦清红细想了一下 从木白这几天所带给他们的惊喜 她的心中更加确定了一件事 而旁边的肖建设只经一脸黑人问号 这是我儿子们 我儿子这么厉害吗 我怎么不知道 我儿子亭 我儿子那天